RS 16 系统更新 十大功能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自定义 Lock Screen 才按 Lock Screen 就会跳出各种的选项 还可以自定义设好不同的主题 Walk Paper 随意心情的更换 每个Walk Paper Setting 还可以放各种的 Widget 像是天气预告啊 电量啊 Palender啊 Fitness等等 如果你本身是个爱拍照的人 相册里面的人像和风景照 就会系统推送你一些的设计 还可以用照片 customize自己喜欢的主题 像照片里面有各种的滤镜 你看很漂亮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studio的滤镜 整个很3D OK 我现在赛个去运动了 蛤 运动 是的 因为它 Widget 上面还可以放 还有这种东西吗 还有这些 Emoji 拼凑在一起的选项 那我自己觉得最特别呢 就是这个天气天文选项 每个图可以看到不同星球的表面 还有定位 那这个 Lock Screen 哦 按进去 Home Screen 过后 就放大了那个地球 不懂这个是不是 Malaysia 位置来的 第二 电量百分比检视 在 Battery Setting 里面呢 就有这个选项 你选购呢 右上角就显示到你电量的百分比啦 那可爱的点是哦 我现在电量一半了 它那个 Bar 还是满满的 第三 Notification 管理 那 Notification 从锁屏的底部 就可以滚动了 整个更加的整齐 它方便单手操作 你可以选择展开或者缩小 或者堆叠式的查看你的通知 第四个 iMessage 可以选择 Unsend 或者修改信息或者撤回 那这个功能呢 只见对方也是 iOS 16 系统的用户 第五 照片一键扣图 可以用在其他的 App 上面 你可以选择一张照片 然后长按 就可以脱扯在不同的 Apps 或者你要选择 Copy and paste 也可以 第六 视频 Live Caption 可以识别视频中的文字 连 FaceTime 也有支持这个功能哦 你可以开 Settings 然后 Accessibility 然后开启这个 Live Caption 第七 Focus Mood 升级 你设置你要的 Mood 以外呢 还有这个小 Emoji 你在左上角或者 Lock Screen 下方 就有这种可可爱爱的 Mood 名称出现了 第八 Keyboard 打字有触感和反馈 你去设置 然后声音和触感 打开这个键盘反馈 给大家停一下 就是这个声音 现在哦 手机打痕哦 也可以 Unlock 了嘞 你看 那我试了 iPhone 13 是可以啦 如果你试了其他机款不可以的话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第十 Recently Delete 和 Hidden 的 Album 可以锁起来了 这个新功能让每次喜欢 Delete 照片的你 哼 不用毁灭证据了咯 iOS 16 系统更新支持机款 是 iPhone 8 或以上 然后 iPhone SE 呢 只是第二代跟第三代 我是 Zen 给 Jackie 恩 记得分享四个视频出去 让更多 iPhone 有事知道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溜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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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